一齊看看經濟日報今早的推介 今日的ET個股推介是中國移動941 簡選原因是中移動的5G規模全球領先 截至8月底5G套餐客戶數量按月增超過9% 按年升36%至7億3300萬戶 是三大中資電訊商當中最多 期內移動用戶增至超過9億8600萬戶 5G滲透率達到74.3% 較去年年底大幅提升11.3% 中移動管理層預測 隨著用戶持續升級去到5G 今年移動APO將會穩健增長 管理層目標今年實現兩個突破 第一 收入破萬億 去年是9373億元人民幣 第二 利潤再創新高 主要由於今年處於10年大發展階段的利潤高峰期 彭博綜合勸商的預測 中移動今年的盈利 預料增長7.4%至1347億人民幣 未來三年盈利的年複合增長率是7% 策略上中移動昨天跌了1.8% 修捕64.5毫 形態上考驗年來上升軌 以現價計算 根據彭博綜合勸商的預測 2023年的預測息率是7.4厘 2023年盈利預料增長7.4% 如果投資者想買入 看長線財息兼收 建議後59元附近吸納 即息率升到8厘水平 直博率更佳 目標先看前高位68元區 跌穿56元便適宜減遲